好,继续给大家带来不公平的小快递啊 这局小快递呢,我们在这个超时空的这个位置对吧 然后派个游里过来,你看这个人应对的就很好啊 本来想去空下他的间谍,他直接招了狗对吧 招了狗的话呢,那肯定就空不到了 但是这个人开始招冰箱,你看到没有 上次我也说了对吧,这个下面的人疯狂造兵 我们不要吝啬,不要舍不得钱,疯狂造,有什么就造什么 然后疯狂的在这摆地宝啊,造围墙是没有用的 这个围墙等一下会被坦克打开对吧 所以说广怀造地宝,造一排地宝,造四五色个兵 万一他来打我的话,等一下我就守不住了对吧 广怀造,疯狂造,再把牛车拖过来 这样他打我的话呢,他损伤就比较比较惨重啊 还不一定拿得下对吧,他就有可能不会打我对吧 看到我这么多防守力量,我还有油理 然后把这个地宝摆成一排对吧 然后看这边,你看这边 这边小红直接出飞机 把那个闪电风暴那个位置的基地给炸了对吧 那个飞机位呢,我们改天玩一下啊 只是经常进这个房间呢,没有随机到那个位置对吧 以后随机到那个位置呢,我们就玩一下那个位置啊 然后开始出坦克了 只要我的重弓出来了,这个紫色来打我我就不怕了对吧 我有坦克了,有坦克有油理一排地宝 把这个兵呢,全部分散开来,地宝叼个头 然后呢,出一个雷达准备造高科技对吧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呢,你只能防守 打进攻肯定是不行对吧 打进攻只有这个紫色位才行吧 我们就利用这个超时空 然后超时空好了,等一下看看要不要把紫色的坦克丢走 哎呦,这个飞机,这个飞机被陈王社偷袭了对吧 然后再造几个防空车,他有很多飞行的 这个坦克来给他丢走啊,看看丢哪里的 诶,他动了对吧,他动了就等一下丢 他也知道我的超时空好了 他一直左右摇摆对吧 害怕被我丢到水里进去了 诶,我就不丢,我等你停下来再丢 然后呢,赶快补个电厂啊 没有电厂呢,是用不了超时空过对吧 诶,先补小电厂啊,等一下再造核电厂 但是这个紫色呢,你看,他好像要来打我了 他这个兵全部派过来的,我们再造一点兵啊 诶,一定要像我这样,不造点兵有可能守不住对吧 然后呢,直接冲进来,冲进来我一排地堡 然后把他的坦克先丢走,丢几个,四几个 然后你冲进来有游离看到没有 诶,我一排地堡在前面挡住路口,你就冲不进来了 这个紫色呀,他要打我来就要趁早对吧 你等我造了这么多兵,这么多地堡,你再来打 你肯定打不下来 如果开局来打的话,还有一点危险啊 你现在打,你肯定打不下来 然后你躺个死完了对吧 死完了以后,我们直接冲过来 先把紫色带走,然后淡蓝色想干嘛 淡蓝色想过来救他 诶,我没有招了你好像没有招了你对吧 他是什么意思,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还过来不让我打他 这里就过分了对吧,你们两个人是否的吗 然后你不让我打他是什么意思,还保护他 那我等一下,小本门先记起来对吧 等一下搞他,然后先把他的坦克点掉 你坦克没我多,你凭什么救他 然后直接冲过来,先把淡蓝色的坦克先给他打掉 打掉以后呢,然后紫色又开始造坦克了对吧 他的坦克是生意薪的,广快打他 不然的话,等一下他坦克躲起来,我不好走 然后淡蓝色又来救他,飞行兵过来了对吧 坦克也过来,但是你的坦克没我多 直接点掉他 再把防攻派过来 但是这个紫色呢,给他喘了一口气对吧 给这个紫色喘了一口气,他又造了很多大头兵 这下我们整不死他了,因为这个大头兵防守特别厉害 所以说我们就退飞来对吧 退飞来造个维修场,这个坦克都是低血的 准备把这个坦克修理一下 然后造一个船场 造一个船场呢,我准备造海军对吧 而且还得防止那个下面的那个位置 下面的那个位置有很多海军 等一下我们要在水里面多出一点防攻船 出一点防攻船先抵挡一下对吧 万一他炸我的话就用防攻船抵挡 等一下用超时空把他的船丢到岸上去 但是这个小力的现在还没有打我 没有打我先不整他对吧 我就整这个紫色跟荡蓝色 然后把他的坦克穿过来 砸掉这个驱逐舰 砸掉他一两艘驱逐舰对吧 现在我们修一下坦克 然后呢造一个导弹船 我坦克不好打你 你们两个人的坦克比较多对吧 我就用导弹船来炸你 然后陈皇色你看陈皇色造了这么多飞行兵 直接冲过来对吧 他想打这个 哎呦这个紫色造了个什么东西 造了一个那个超时空伊文对吧 他是用剑爹 偷了那个盟军的高科技 对吧他偷了这个陈皇色盟军的高科技 他是造不了游里改的 造游里改要偷15军的那个高科技才行对吧 这个超时空伊文呢 没什么用 他不像那个超时空那个弹牙那个特种军 那个东西比较厉害啊 这个防伊文的没什么用 然后用导弹船广快把这个紫色带走对吧 你看这个东西没什么用 然后把他的地宝炸掉他就没了 没了以后呢 这个弹蓝色看见我把他的兄弟整死了以后他很生气对吧 他直接冲过来要替他报仇 然后这个基洛夫进来了 基洛夫进来了就用这个防空打下来 然后他们两兄弟直接投降对吧 而且我还空了一个防空车 空了一个防空车呢 准备 找个工程师维修一下对吧 就不要用维修厂维修了 用这个防空车维修免费的 然后看看下面下面这个小绿呢 他还没有造导弹船啊 他暂时没有造对吧 没有造我们就先炸他 因为他这个位置对我也有危险 先炸他 他开始造防空 但是我这个导弹船呢生了一心的啊 生了一心的 他这几个防空呢 不一定守得住 然后他有防空一直防守 我就牺牲一个这个被尤里控的坦克对吧 反正这个尤里被控的 尤里只能控一个坦克 我就把这个坦克拿过来 吸收下子弹看到没有 吸收下子弹 但是这个导弹船怎么不炸的 这个没操作好对吧 本来想用那个坦克吸收下子弹 导弹船直接炸防空 然后我们这个超时空又好了对吧 超时空又好了 就把他的防空船丢在岸上 砸掉他的防空 砸掉防空 就两个防空你就守不住了 看到没有 导弹船炸他的 准备炸他的矿场啊 炸掉他的矿场有可能升级 看到没有 生了一个三星的大宝贝 然后用这个三星的大宝贝 准备炸他的美国大兵 一个导弹过去 砰的一身死一片对吧 因为这个三星的导弹船呢 有个爆炸效果 然后他又把神盾派过来了 看到没有 把神盾派过来抵挡一下 然后我就炸兵型 砰的一身 然后再炸他的基地对吧 这个三星的导弹船呢 炸什么都是一炮一段 炸基地也是对吧 一炮下去他的基地就没了 看到没有 基地没了 然后炸电场直接带走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陈猫猫啊 这个陈猫猫呢 他把那个小岛的位置也带走了对吧 但是他有很多坦克啊 我这个坦克呢只有五六个 还没有他多 出去进攻呢不一定打得下他 因为他家里有个堡垒 还有地线杆 还有飞行兵 他有很多兵种对吧 我们就先在家里防守一下 先造点防攻炮 他的飞行兵比较多 还有飞机对吧 先造点防攻炮 反正不着急 我们这个位置呢 多他一个超级武器啊 他不来进攻 我也不好出去打他 出去打他打不下 我们就在家里等 在家里等呢 等一下呢 我准备用超时攻啊 用超时攻就不要传自己的坦克了对吧 等一下呢 我就想把这个三星的大宝贝传到后面去对吧 只要这个三星的导弹传 传到这个后面来 一炮炸下去 他就守不住了啊 我就等 看你耗得起还是我耗得起 他有两个举举手 看到没有 举举手生了三星 他想过来点我的兵 点我的游里 我们就把兵的往后面推一下 但是这个兵往后面推也没路跑了 干脆直接让他点 直接导弹船飞过来看到没有 飞过来 然后一炮炸过去 他坦克想过来打飞机想炸 哎三星的飞机炸不死对吧 四个飞机炸不死了 然后我有防空船飞行兵不敢过来 一个导弹炸过去基地没了 然后再一个导弹炸过去 重工也没了 你看这个三星的大宝贝是不是相当的 一下子就把他给带走了 好 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地图啊 你看这个人开的房间 钱多多一打三 进来全部选B 他说他要一个人一打三对吧 一进来我们三个人选一组 哎呦 这也太嚣张了 要一打三 这个地图呢 如果是一打三的话 你先拖个半个小时对吧 拖个一个小时 大家都无限前 然后你守住高低位置 那是可以一打三 但是我不会跟他玩后期对吧 先给队友一个信标啊 告诉队友 广快把那个间谍进那个东西对吧 哎广光进去 等一下核弹下来了间谍就没了 然后呢我就选一个位置啊 跟这个房主比较近 房主他选那个位置在这个左下角对吧 就这个小绿啊 我就选那个离他近一点的 离他近一点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造防空车 不要造坦克 这个坦克打进去没有防空车厉害对吧 你看他 他说他要一打三 然后疯狂的造牛 路都不探 我探得下路对吧 你不探路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打快攻呢 哎他连路都不探 我们直接这么多防空车拐过来飘他的中攻对吧 他还在造牛 因为这个地图啊 造东西特别快啊 哎直接飘中攻 飘电厂 他就守不住了 然后他给我打问号对吧 你干嘛跟我打问号的 你自己说你要一打三 而且呢 你也没有跟我说 哎 半个小时以后打 你也没有说对吧 你管我用什么战术 你既然要一打三 那我就不能让你活过三分钟对吧 他一直说 红色红色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 直接带走 You are victorious